他在72年,在《Golden Harvest》的舞台中,是叫《Hack Kido》,他跟我们一起来,和我们一起一起,他在那里,大家都很震撼,他跟我们一起来,大家都很震撼,他跟我们一起来,大家都很震撼,他跟我们一起来,他就跟我们一起来。 洪金宝,事实上,有一个人,他的功夫跟李小龙不相上下,他是史太龙的武术老师,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总教练,他就是演员黄家达。 1947年的中国,华夏儿女种植成城,誓死保家护国,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,香港的一户普通人家,迎来了一个新生儿,他就是黄家达。 黄家指望着儿子飞黄腾达,振兴家业,为了摘掉被洋人叫了恩免的东亚病夫帽子,黄家在玉子成才方面,走的是强身健体,学武练功路线。 黄家达从小就学习少林武功和泰拳,长大之后又开始研究空手道、河七道,由于体格健壮,武功精湛,因此在未涉足影视圈之前,他曾经在香港警队服役。 香港原本就是一个弹丸之地,武术圈子里来来回回也就那么些人。 所以,黄家达在没有记录娱乐圈之前,很早就跟李小龙认识了。 彼时的李小龙正在前夕研究杰拳道,因此兴趣相投的两人,经常切磋拳脚功夫,大有惺惺相惜之感。 后来,李小龙在娱乐圈扬名立万,声名远播,他也会照顾在娱乐圈里讨生活的黄家达,给他介绍了不少片场和剧组的朋友。 1971年,24岁的黄家达在影视圈里开始客串演出,后来在1972年的时候,正式进入娱乐圈发展。 一直到2016年都有餐演电影拍摄,共拍摄了300多部电影。 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,彼时的审美标准以贱美为准,影视圈并不似现在这般已受为美,黄家达一身腱子肉每次坦胸漏背。 都会引起观众席不少美女的尖叫声,这样的好身材,天生就是一块练武的好料子。 当年李小龙在佳河拍电影,凭借一部金武门奠定了自己影坛武林地位。 1972年,赚得盆满钵满的佳河影业,趁热打铁,将香港警察的武术指导黄家达招揽至麾下效力,为他量身定制了一部叫做《和气道》的电影。 以此为礼,大有接风启沉的意味,毕竟人家可是从支黄粮的地方过来支援拍戏的。 在这部电影中,佳河给足了黄家达牌面和荣耀,特意请来红金宝做拿二号,给黄家达做绿叶,并外调兵前将,让梁小龙和黄仁直实力派打心为黄家达当配角。 由此可见,佳河对黄家达的重视。 一部武林高手云集的电影,打斗场面拳拳到肉,见招拆招的速度快若流星。 让观众看得大呼过瘾,黄家达凭借这部电影,奠定了自己在影视圈的江湖地位。 据业内人士透露,当初黄家达拍这部戏的时候,李小龙还特意来探班,没想到却因此留下了一段江湖传言。 男人扎堆的功夫片片场,如果布莱吉场切磋功夫的友谊赛,似乎都对不起平时喝酒调侃的兄弟情谊,梁小龙作为黄家达的配角,原本就不太服气。 于是,在他的煽动下,黄家达跟李小龙切磋了一下拳脚功夫。 因为两人交情不错,再加上李小龙给黄家达介绍了不少影视资源。 于是这场并非正式的比武,谁输谁赢并不重要,黄家达未尽全力,因此惜败李小龙。 没想到,若干年后,梁小龙就是重提,让不少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误以为黄李PK,李小龙胜出,事实上。 若是黄家达拼尽全力,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。 黄家达有一部代表作,相当经典,就是那部在1976年上映的《少林寺十八童人》。 凭借一身古铜色的健美身材,精湛绝伦的拳脚功夫,黄家达把童人这个角色演绎得唯妙唯笑,入目三分,让观众拍案叫绝。 邵氏的邵逸夫一向喜欢跟家河打对台,看到黄家达为邵氏立下了汗马功劳,当机立断高级邀请黄家达为自家站台。 只可惜,那个时候的邵氏,多数导演受邵逸夫的影响,挑剧本的眼光一向重视商业化,忽视艺术价值。 1977年,黄家达接受邵氏邀请,在《雍正命丧少林门》中出演主角,想必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印象相当深刻吧。 因为这部戏不是一般的烂偶。 剧情拖沓到几乎全程皆是尿点的程度,随时去一下卫生间,回来都能接上剧情的节奏,整部戏给人的感觉相当无聊,杂乱无章的剧情,不知所云。 尽管有黄家达和谭道梁,两位功夫大师支撑剧情,依旧没能拯救这部电影烂的本质。 如果说,这部戏最大的看点是啥?想必是那两只战斗力极强的大猩猩吧? 1979年,凭借在影视圈打出来的江湖地位,名声大噪的黄家达,成为香港黄家警察总队的空手道教练。 由此可见,比起那些华而不实的花拳绣腿,黄家达的功夫造诣,可是被官方亲自见证过的。 作为警队总教练,想要让一帮警察服气,功夫必须精益求精,黄家达在此期间,特意将自己的日本空手道和韩国的拳击道都提升到了黑带八段。 作为精通多种武学派系的高手,黄家达是综合拳的创始人,相较于拍电影,黄家达更热衷于专演武术。 1982年,为了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,黄家达移居美国,在那里创立了中华武术综合拳武馆,开班收徒。 当时大名鼎鼎的史太龙也曾慕名而来,拜师求意在黄家达门下成为武馆常客。 除了史太龙,还有一位武林重要人物,他就是国际节圈道联盟的主席魏丰,彼时的他也曾拜在黄家达门下虚心请教。 1984年,黄家达参加了世界泰拳拳王争霸赛,一举夺得了金腰带。 黄家达的中国功夫受到美国军方赏识,聘请他做海军陆战队的武术教练,并同时担任纽约警察总部的总教练。 除了得到美国军方的认可,黄家达的武功也是被全世界国家认可的。 他曾经担任过匈牙利特种部队的实战总教练,也曾经担任过柬埔寨内政部突击旅的武术总教练。 凭借武林的江湖地位,黄家达接到了来自好莱坞的橄榄枝。 1988年,黄家达在史泰龙主演的电影《第一滴血三》中担任武术指导。 港渔圈里的多位著名打星,洪金宝、甄子丹、袁华等人也曾经多次到他府上请教武学。 弘扬中华武术,黄家达一直不负使命,虽然移居美国,但是他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, 因为在他的心里,祖国永远派在第一位,只要国家需要,他能做到随叫随到。 2003年,黄家达接受了来自北京的邀请,率领旗下弟子,参加了北京自由搏击比赛,跟多位武力人士切磋语。 回到祖国的怀抱,黄家达感慨万千。 国内的发展速度让他惊叹不已,作为华夏子孙的后代,黄家达一直在国外打拼,思乡情绪在心中积累多年,黄家达一直想为祖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2007年,黄家达受业内人士邀请,在电影《五生情未了》当中扮演一位僧人。 拍电影虽然只是黄家达的一个兴趣爱好,但是遇到好的艺术作品,能够为中国的电影视野尽一份力,也是让黄家达求之不得的。 如今,古稀之年的黄家达身边有一儿一女相伴,多年以前,他的澳门前妻去世,所以每次提到澳门这个地方,老人家都黯然神伤,因为黄家达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。 2014年,一部反映爱国题材的电影《八百壮士》横空出世,这部由柯俊雄、林青霞等人主演的电影。 因为有武打巨星老前辈黄家达的加盟,整部电影的分量相当重,一经上映,就取得了相当轰动的社会凡侠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部电影在2020年的时候,还被新生代导演关虎再次搬上荧幕,命名为《八百》。 这部电影众星云集,欧豪、王千元、黄志忠、江武等人的实力加盟,让这部电影在全国票房的成绩一路飘红,超越了经典成绩。 从过去到现在,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电影人,用他们的智慧与勇气、真诚与汗水,缔造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传奇故事。 黄家达的故事,如同一部《铁汉奋斗》时,除了树叶有专攻之外,我们还感受到了男儿当自强,爱拼财会赢的江湖豪情,更难得的是他跟李小龙的友情。 对于习武之人来说,好勇斗狠,争名夺利,绝非君子所为。 因此,朋友之间从来不论输赢。 曾经有很多人计较李小龙和黄家达的那场PK,究竟谁输谁赢。 其实真的大可不必,有意面前输赢真的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中国功夫的弘扬与发展,不是不能输,也不是输不起,而是不能放弃。 真正的好功夫是传承与超越,这才是中国功夫的真谛与内涵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见。